忠信兄弟的球員 日前出席剑洞人協會舉辦的活動 除了呼籲大家一起熱心做公益 也分享了休賽季期間的準備狀態 與明年的目標 像是在今年拿下金手套 二壘首獎的吳東榮 就想要繼續加強打擊能力 成為攻守更加全面的球員 打擊這部分 還是會想要再更進步更突破 因為今年剛好三成 然後就是希望明年是可以三成 然後後面有數字 讓自己的動作穩定 然後揮棒速度可以比較快一點 然後加上一些揮棒軌跡的小調整 至於好久不見的許姬鴻 2019年在一軍只有14場出賽 大多數的時間都待在二軍 最後連兩年奪下二軍的拳雷打王 他也認為不管現階段 能夠發揮的舞台在哪裡 就是做好本分 然後等待機會的降臨 這是學習吧 我覺得過程 總會有高低起伏 那在低的時候要怎麼去面對 該怎麼調適 那怎麼再讓自己重新再回到 一軍都是自己的功課 在恰哥彭正銘退休 以及同樣能夠守一三壘的曾陶榮 經由擴編選秀加盟魏全龍之後 許姬鴻確實可能獲得更多的發揮空間 接下來就看他在修賽季如何持續調整 春訓時拿出好表現卡位黃山軍明年的一軍席次 偉爾體育新聞兩位李歐謙採訪報導 good 分析 感谢观看